5部影片 哈囉我是蕭膏 像我這種更新速度超慢的人 最喜歡在年初的時候 做這種回顧影片來充速了 好啦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 2018年最受歡迎的5部影片吧 大豆 Number 5 Baby我又撿到你的衣服了 蛤?什麼衣服? 這些啊 你看 到處都是 怎麼會那麼多 不就是髒著丟髒一板乾淨的放衣櫥嗎 你這鬍子的肉團 這是我經歷計算後選出的完美位置 怎麼可能 這些衣服亂成這樣哪有什麼位置可以 哈哈 你手上當前是從電腦椅上拿的吧 那可不是隨便選的位置 因為那椅子剛好在親子余當人中間的完美位置 我出門前是穿衣服 不適合的剛好就可以一隻手的距離低在那裡 既然 那你從外面回來後呢 從外面回來我會計算身上衣服的骯髒等級 如果是穿超過兩次的 那是骯髒的第三具 需要洗 直接丟洗衣欄 如果只穿了一次 那屬於一二七步中 繼續穿就丟到床上 哈!你這樣不行 因為丟到床就沒地方睡覺了 唉 你真的很傻欸 你覺得我當初堅持要買架大雙人床是為了什麼 這裡全關182公分 我會保留100公分作為睡覺唷 可惡 那內衣褲呢 你看到那個掛在衣桌上的環保袋嗎 我躲下來的內衣褲就在那裡 要拿去洗的時候隱密時尚又大方 然後洗完總是要放到衣櫃了吧 怎麼可能 當然是攤在沙發上 保便下肢取用啊 這 這實在是太驚人了 唉 不對啊 你攤那麼多衣服 更難受根本來不及收啊 哈哈 衣服咧 到沒發現嗎 我剛剛講的每一個地方 調整起來剛好成為一個完美的原型 並以足夠作為終點 只要一而來 我就可以快速地全部都收到這裡 這兒就是這個布局的迷人之處啊 哈哈哈哈 所以會維持這個狀態嗎 喔 其實電子弟弟人和那太陽原亮地久 跟我的傷身星做完美排成一條直線的時候 就會整理了啦 我明天要跟朋友吃飯喔 喔 好喔 你沒事的話就一起來吧 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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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感情終於走到這一波了嗎 他要帶我去見他的朋友了 天啊 我要說什麼 要怎麼打招呼 第一眼要什麼表情 第二眼呢 可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眼呢 我會不會看情商一直笑臉 然後說錯話 然後當朋友就會覺得我很安靠 當朋友就會覺得我很安靠 當朋友就會在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見他的朋友的時候超緊張 問他怎麼辦 那笨蛋也只會天真的說 做你自己就好啦 無助的你 不知道要怎麼面對他的朋友 又在事後瘋狂批問他們對你的看法 我今天就要來教大家一些注意事項 大逗 我們起手是從最簡單的開始 不用太正式也不用太邋遢 你平常穿什麼見你的朋友 就穿什麼見他的朋友 蛤你沒朋友 那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了 還沒上正常就先沒自信 那就已經輸了 我當然不是叫你藐視眾生 光指著平常健康的心態面對他們 因為越緊張就越不敢講話 越不講話就越安靜 越安靜就越陰沉 越陰沉就越想怪人 如果真的不敢講話 那又不想變成怪人的話 那就盡力微笑吧 我知道平時他很疼你 我知道平時他很疼你 寶貝我好冷喔 好熱喔 好餓喔 吃不下了 背我去上廁所 在他朋友面前還情忍耐 堅強的自己吃飯 自己喝水自己上廁所 相信你可以的 啊對了 記得不要為了融入大家 過度的開他玩笑 他也是會感到羞恥的 這大概是全部女友最怕的問題 沒話聊 尤其面對慢手或是內向的女生 真的比較難 這裡提供幾個超好聊的話題 對方興趣 請坐 食物 還有一個最容易的 就是聊你們的共同朋友 啊還是沒辦法 沒關係 你盡力了 就努力成為海賊王吧 蛤 我是說 你就安靜的坐在那當聽眾吧 畢竟請聽在溝通上 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有好友是女生 而且是漂亮的女生 你給我冷靜點 先想想你自己的男生好友 你會背著男友跟他們怎麼樣嗎 不會 那也別這樣想你的男友 畢竟信任彼此也是感情的基礎 所以請帶著自然大方的交友心態 相信你們能好好相處的 最後一戰總結 注意一容 再點心情 自信 自立自強 會說話或聆聽 大方的交友心態 總結以上五點 對不起等一下 對耶 這不只是面對男友的朋友 平常面對人應該就要這樣了吧 唉 所以別管他的朋友了 認真當個人比較重要 我是大姨爹 我們下次見 Baby這是我朋友 哈囉 你今天拍亂了嗎 這時候該怎麼辦 我們有機會再聊 Number 3 來囉 喔嗨 欸你來啦 我叫他喔等一下 欸等等 早上之前我想先跟你說幾句話 欸 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誰 但又不是很明確的了解我的意義 我覺得是時候讓我們好好了解彼此了 大豆 親愛的男孩 我就是每個月會來找你女友五道七天的大姨媽 我的工作就是努力推打她的小步 但別擔心 這都是為了她的健康著想 這陣子她會特別想吃東西 然後身體很腫大 請避免用V-mine的口吻 你也吃太多了吧 用鼓勵耐力責備 哇 好棒喔 你都吃完了 他還會變得有點暴躁 嗯 對 請不要往心裡去 因為他可能馬上又想黏著你 你搞什麼猴靈啊 總之 不管什麼事都讓他贏就對了 我知道這很不合理 但看他的內臟都快被我揍爛了 就給他啦 蛤 還有 如果我來的時候家裡剛好沒有 拿出你的男子氣概 換光臨 血光臨 勇敢的去幫忙買 嗯 其實不只幫忙買東西啦 你還可以幫忙煮飯 吹頭花 親貓沙 聽他抱怨 幫他做他需要的事情 你的最高中指就是讓他可以飛到床上 讓他有被擦哭的感覺 總之請記住 接下來他會連續流血一個禮拜 而且情緒幾乎很大 有可能會非常討厭你 但請你帶著愛情努力回想過去的快樂史觀 嘿嘿 先行七天之後一定會雨後天氣的 啊對了我忘了說 你知道男生其實也有大一點嗎 WHAAAT Baby我們是不是迷路了 沒有啊 真是走就到了 可是我們已經落很久了耶 你要不要問人 不用啦 我知道我怎麼走 你問一下我會怎樣 每次都自己亂落 就跟你說我知道怎麼走 你又怎麼不信任我 你兇什麼兇啊 我覺得你今天很情緒化 你怎麼了 唉 我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就今天早上 有一個自稱大姨爹的人來找過我 大 大姨爹 嗯 矮兒 你是誰啊 我問你大姨爹啊 你 你是說 對啦我就是那個男生版的大姨媽 你幹嘛來啊 我來需要理由 我就是會忽然出現害你莫名情緒低落 啊什麼什麼意思 欸欸你要幹嘛 啊然後咯 然後他就不見啦 從那時候起我變得超難過 覺得生活充滿無奈 那那我能幫你什麼嗎 我 我覺得我現在沒辦法面對你 欸 我只想進進 你要去哪裡 怎麼會這樣 所以男生也有大姨爹 難過他情緒那麼低落 還對我那麼不耐煩 但是 他到去哪了 所以我只留下一句 我想進進 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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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進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進進 這段時間就讓進進陪伴你吧 寶貝你回來 我去打電動 啊 喔好 欸寶貝你想不想要一起去 不要我想在家 嗯 那晚上要不要吃這些 我在家吃泡麵就好 欸你看我剛買的新衣服 我在忙喔晚點看 那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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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不了了 欸 他跑得大一天來了不起啊 我都到底做錯什麼 需要你這樣對我 我只在跟精進吃飯啊 你在說什麼 你做錯到我都是一個人啊 你不是啊 欸 我不能讓你一個人獨處 一直在忍耐 我哪是一個人啊 精進在陪我啊 什麼精進 你到底在說什麼 你不在這裡都是一個人吃飯 一個人打電動 一個人 一個人 都是你一個人啊 我知道你大一天來 需要靜靜 但這段時間 看著你一個人 我真的很不捨得 我們不只要在開心的時候一起 其實難過的時候 更需要彼此啊 讓我陪你度過地場 好不好 嗯 謝謝你 我們去吃好吃的甜點吧 好 欸 男生大一天來可以吃冰嗎 可以吧 啊 我忘了拿手機 好了沒 來囉 欸我想去上廁所 好喔 我也去 待會見 欸 你怎麼還在這啊 你們女生上廁所怎麼那麼慢 你這個無知的落差 你知道 你有這樣的經驗嗎 在外面上廁所 明明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但女生卻要花異常多的時間 這到底是為什麼 今天就要揭曉這個謎題 大破 第一關 還對 首先我們得理解 廁所裡的女生怕事怕髒怕黑 很多東西不能踩不能碰不能沾 所以行動都是小心翼翼 整個流程變得非常緩慢 導致人潮毀流大排長龍 但注意 出於現代女性禮節跟面子問題 膀胱再草奔騰 表面也要維持優雅自然的形象 第二關 事前準備 好不容易排到廁所了 首先得檢查掛鉤 因為今天她為了借你 特別穿了一套可愛的臉書 現在上廁所必須全身脫光 給找地方掛 如果沒有 就得辛苦的把裙子包包全包在手上 第三關 開始上廁所 忙了老半天 汗流假背 終於要進入上廁所的主題了 這時她會根據座位上的清潔度來決定 是否用坐的還是懸空 如果夠乾淨 太當那就得懸空 這時她會激發體面身上結束 用強而有力的小手撐住全身 雙手撐住兩邊牆壁幫助補充 屁股離坐墊懸空大概一公分 呈現一種腿很用力 但膀胱必須放鬆的奇怪力道 這時要特別注意 因為空間狹小 切勿與牆壁接吻 還要故事低頭查看是否妙計馬桶 這時已經滿頭大汗的她 來到最難的關卡 你一定會想 在狹小的空間裡 加上又濕又熱 到底要怎麼換衛生棉 現在我就要來解釋這神秘的流程 首先 拆開新的衛生棉 把乾淨的衛生棉撕下貼在左腳大腿 再撕下髒的衛生棉 用剛剛新的衛生棉的包裝包起來丟掉 再從腿上撕下乾淨的衛生棉 墊帶內褲 換上新的衛生棉後 總算涼爽了一點 最後Ending 終於要脫離悶熱的廁所空間了 很多人在這個環節都會做錯一件事 那就是跟隔壁的人同意出去 正確有禮貌的做法 是安靜的在門後等 確認對方安全離開自己再出去 確認對方安全離開自己再出去 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還用了問女生 除了像男生一樣洗手插手這種基本法 女生因為忙了這麼久臉上都是汗 所以還要補妝 補完妝因為滿意 還要自拍 終於 一切準備就緒 才能量力的走出來借你 所以 下次另一半想要上廁所 請帶著愛心跟耐心 跟其他男友一起在外面怪怪守候 相信他會很感動的 我是大一爹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